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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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第五课 我们今天的主讲就是我们这只小鸟 我们和小鸟一起学习第五课 小弯是如何开始的 这只小鸟特别喜欢我 每一次它都会飞到我手上来 飞非常好 好的 第五课 是个非常好的开始 那么欢迎大家来到第五课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基础小弯 第四课如果你学得好的话 你会发现会点账之后我只要把节奏缩短 就是小弯了 那今天呢我着重讲一下 小弯需要注意的点 那么其实如果你把第四课真的前几课 学得很明白的话 你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滑手了 至少是终极往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如果你发现这一课里 你听到的一些东西你发现有一些 你很难做到的东西 那么不妨回去看一下第四课第三课 有很多的热心观众呢也不断的给我们去留言 然后呢 把自己的一些动作呢也发出来了 我们呢会在下期的时候呢 针对一些特别典型的例子去讲解一下 我们一般来说呢 像在Whistler这样的大山里 我们比较推荐的是先把中弯学好之后学小弯 为什么是因为你学小弯的性价比非常高 像北美Whistler这种大山来说 经常有粉雪而且它地形非常多变 我如果学了小弯 这就意味着我能快速去转向 快速转向就意味着我可以去滑 像树林啊粉雪啊蘑菇这些 有一些道外的地方 这样的话在你面前的选择 就不再只是绿道蓝道的积压雪道了 我能够打开整座山这个世界 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说中弯学好之后学小弯 至少在北美的大山是这样 小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 人体有一个质量核心 所有的物体都有质量核心 那么人体也有一个质量核心 这个质量核心是一个虚拟的点 英文叫central mass 中文质量核心简称质心 质心应该在身体的外面 这个拳头这个位置 这应该就是质心在这里 那么你可以知道很多运动 很多运动都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质量核心在人体的外面 这个时候我的腿才能更灵活 你可以看到足蓝牌羽毛球乒乓球 许多需要这个需要技巧的 需要灵活性的运动 都是以这个动作为准备动作 因为这个时候我的质量核心在身体的外面 好怎么样出现这个动作 其实很简单 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双脚同时用力起跳同时落地 看一下 手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 基本上我落地时候的这个动作 我质量核心就在身体的外边了 OK 我滑小弯的时候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我站起来 质量核心跑到了身体的里边去 我动作就不灵活了 OK 那么我需要的是 质量核心在身体的外边 始终保持这件事 你的腿才能灵活 我才能快速转向 那我们知道了质心之后呢 质心要在身体的外面 这就是我的基本动作了 质心之下是我的支撑腿 英文叫base of support 我的支撑 每一个弯结束的时候 我的支撑 要在置心的下面 我需要保持这个状态 那你看 我现在入弯的时候 咱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我需要脚踝转动 点杖 脚踝转动 身体向下 我需要把这个弯结束 好支撑点 在身体的下方 支撑点 在身体的下方 我的小弯 需要保持这个模式 这是基础小弯 好 我们看连贯起来 两个脚一起动 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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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么大家会发现 我的支撑腿 每一个弯结束的时候 都会在我支心的下边 好处是什么 是我每一个弯 在结束的时候都可以控速 那么基础小弯 我需要用弯结尾的 这个部分来控速 那很简单 那你看一下 我现在开始转弯 这个时候其实是个加速 减速 加速 减速的过程 你注意我需要用结尾这里减速 是用结尾这里去控速 减速或者控速 这样我才能让我的小弯 划成匀速的 我刚开始练的时候 真的不需要把节奏拉得非常的小 你需要的是 每一个弯结束的时候做到位 好 你看一下我现在 我现在慢慢开始这个弯 我只需要把动作做到位 你发现我的动作其实并不快 你发现我的动作其实不快 但是我的弯也不大 观察腿的位置 每一次结束弯的时候 支撑腿都在置心的下边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今天还有一个基本概念要告诉大家 如果站得近 如果我两个脚站得近 看一下脚的话 如果我两个脚站得近的话 更容易旋转 如果我的两个脚站得开一点的话 更容易立刃 我个人的话 我在小弯上其实会偏向于站中一点 因为我还是想要一点刃 那么你知道的是我站近一点的话 对我来说更容易旋转 OK开一点的话更容易讲刃 这个我会在讲大弯的时候再着重再讲 配合小弯的话 有两个练习可以推荐给大家 一个是轴转横滑降 轴转横滑降的概念就是说我在旋转腿 但这个时候我的脚上并不加热 我的脚是平的 我需要用脚踝来控制我的血板 咱们讲过这个侧滑了 侧滑朝下 然后再侧滑 朝下 再侧滑 这个是轴转横滑降 侧滑 朝下 再侧滑 轴转横滑降 那么这个动作的练习 就是练习我的旋转腿的一个动作 重心还是外面旋转腿 旋转腿 旋转腿 但你发现我的方向并没有怎么改变 我只是在旋转我的血板 这个时候我是用脚踝来控制我的血板 我不想上太多字去改变方向 我主要练习的是我旋转腿的这个动作 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 我管它叫做冰球弯 冰球弯的概念呢 就是说我转一个弯让自己停下来 重点在于后半个弯的控速上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旋转 停下来 再看一下 旋转 停下来 可以吗 我需要让我的血板抓住血 血板抓住血 然后停下来 我这个动作练的就是 我血板尤其在弯末时候的控制力 那么这两个动作加在一起 其实就是小弯 你看一下我现在冰球转 是冰球转弯 而并不是把血板推出去 并不是这个概念 看好啊 并不是这个往外推出去的这个概念 而是在转弯的 看一下我现在旋转板 转弯 旋转弯 转弯 加一点力量 旋转弯 转弯 好 好 我需要的是旋转我的血板 用弯末去控速 好 这两个动作 如果你练得不错的话呢 把它们加在一起 其实就很像小弯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个位置 好 我现在把两个动作加在一起 旋转板 但是 留住速度 旋转板 留住速度 流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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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入速度